來一天啊 到布老部落嘛 就是一天都安排了 其實台灣還有很多的民宿啊 我也帶過那個大陸朋友到台東的雨水之環 先到那個台東的那個漁港成功那邊去吃海鮮 然後呢再開車到那個雨水之環那個民宿 然後呢裡面有那個原住民的小朋友 就是給部落在管理那個啦 那也是一個公益平台的一個民宿 那哇那些朋友啊一個晚上都不想睡 因為說太捨不得睡了 因為太平洋就在你前面 真的啊 那個風吹起來又不濕 他想把那個風帶走 然後第二天呢還可以去找那個阿杜齊家床 對 我們自己住在這裡 我們不知道要廟室的水在哪裡 你如果聽譬如說文主公也好 或是那個三夾的座宿廟也好 三夾旁邊還有那個客家的藍藍 現在透過他們自己 我們也帶了很多比較 比如說大陸的客人或是香港的客人 他透過這樣藍藍之道 這個藍布的變化 那每一件的作品都是你自己獨特的時候 是 特別會珍惜然後感謝那個主人 因為他會怎麼膽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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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茶園然後去跟那個農屋 就是茶農學做茶這樣 妳還安排個茶農跟他對話呢 那邊有很多的茶農啊 妳又不認識人家 我認識啊 我認識很多的茶農 而且那邊有很多的茶農 他剛好在那邊演茶農給你看 不是 我有個朋友他在那邊 他們有一個有機 就是有機的茶園 所以他的那個茶是非常非常的乾淨的 我覺得應該要從台灣的土地 吃飯呢 那就吃茶餐啊 那邊有副餐就對了 廷裡有茶餐 對 廷裡有副茶餐 那妳當然就是永康街 永康街 永康街 沒有… 現在日本人 很愛來這個花籃 奇怪喔 我們這個地方和他們有什麼不同 我最近帶一個美髮團 從日本回來而已 日本是一個頭文 將近代表穿華國 這麼貴 他們都… 妳在日本 不想看著髮籃在哪裡 很少 因為婦女都自己洗 我們台灣 你看髮籃坐到比洗髮一樣 要看地方啊 東京的話呢 妳就是半夜洗頭都有地方洗的 就是澀谷 澀谷 澀谷 澀谷拍了好多24小時的那個… 那個美髮店這樣子 因為那邊夜生活嘛 對啊 她說我們家的洗髮不夠讚 便宜啦 便宜啦 便宜真的便宜啦 我還可以當頭髮 妳去俄羅斯洗髮看 妳說我要洗個頭髮 她會這樣問妳 蛤 妳家裡沒有熱水了嗎 我問理事長妳 說的就是說 要叫大家這樣四百元 吃… 可以吃很久就對了 沒有啦 小丸子就吐槽來說 對啊 六點鐘頂泰峰就拜兩點鐘 還有一點鐘吃 九泰峰還有三點鐘 這隻頭還有兩點鐘 一點鐘 一點鐘都經過了 如果外國人來 妳也就要讓她知道 一些台灣文化 不只是吃啦 其實她吃好吃 我跟你講 台灣的洗頭真的便宜 我這次去德國 實在我自然捲 各位朋友 平常看這些都是蒸很久的 我是頭門Q 好像電過整頭 好像爆炸這樣就對了 實在是很難看 受不了了 我就在德國 我就想說 我就問我朋友說 這附近有沒有髮廊啊 有沒有那個 salon這樣子 他說有耶 我剛剛在那個 有一個小城的旁邊有看到 我說好好去去去 然後呢就透過翻譯 我就跟她講 我不用洗頭 你只要幫我把頭髮拉直就好 這樣子 然後她大概聽懂了 她就用那個電棒 把我的頭髮拉直 拉完 這樣而已 你剛才說不好了 這樣給你多少錢 兩千 德國 還好 我只有拉直喔 沒有洗喔 沒有洗喔 那算你二十塊歐元好了 二十塊歐元 那也要八百喔 八百喔 我只有 她就用電棒 洗就沒有 沒有 只有給我這樣 只有給我這樣而已 我又不敢問說 洗要多少 你如果在台灣多少 台灣 連洗 連洗都沒有 那二十五就一定很好用 還給你洗 還給你洗 還給你洗啊 這樣要給你洗多久 蛤 這樣要給你洗多久 是頭一個小時就夠了吧 一個小時 可以幫你弄紙就對了 是 好 弄紙 我剛才說那句 還好 你都沒說 我這樣要多久 他剛才有說 用空的文化 文化這個部分 我們就是 小丸子 謝謝 文化的部分 我們就在高潭那裡 對 所以你有覺得說 我用英公傑的理念 我的皮膚都很讚 因為他每一個人 都會騎車 煽那個艾草 好像皮膚 你是雅多起鋼鴨 我不願意自己 你可以更唬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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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幽默耶 很幽默耶 他就譽為全世界最有潛力的50名 chef OK 然後呢 我就說那你如何 因為精進料理就是日本的素菜料理 素食料理 那我說你如何在 你要創新啊這樣子 那你如何去做這個平衡啊 他說 這個 這是勞幹新知的概念 OK 我的基本的傳統的功夫 一定要扎得夠深 然後我才能夠 在擷取新的做法的時候 讓長出新的葉子 可是我的養分 來自於這個 原來的這個基礎 OK 他認為料理的精神是這樣 因為有更多新的素材出來 他可以創新這樣 那我講這個道理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很傳統的美味 可是因為是為了要因應更多的客人 更快速更方便 其實這中間就很難去平衡 我記得 我這邊不要講名字啦 台南有一個蝦捲 我以前去吃的時候 他很有名的是 那個蝦 那個帶殼的蝦 三三而已一半 還有那個蝦捲 他的蝦捲好吃在呢 他有用一層蟲細油 包起來 再下去煎 蝦燒蝦很寶貝 他那個更是用蟲細油包改進去煎 他就是線炸線那個 後來他好像有改的比較像 像素食店的樣子 素食店 我看到改新的我也很開心 不過這都好多年前了 我也去吃 可是因為是釀子的東西就會 大量生產 可能那個尤其是這種蝦捲 那個溫度 時間都要拿捏得非常好 不然你就變成一汪油 在你的嘴巴裡面這樣 就覺得很可惜 所以老幹新知 這中間的平衡 搞不好 是這些傳統美味 我們不是講說 傳統的這些文化不見了 最可惜像我這種愛吃鬼 就是傳統的美味不見了 這是絕對翻臉的 我在節目講過好幾次 台灣有兩個泡麵 不可以沒有啊 餵蛋餵餵麵 餵利沙醬麵 科學麵 對啊 就是你不管去做什麼副品牌 這個一定要有嘛 對不對 剛剛介紹台南是神龍街 神龍街 還有海安路其實沒有說 海安路其實它現在也變得很特別 是說它是一個藝術的一個 算是搭會集在那邊 然後其實附近有非常多好吃的東西 有什麼 附近來講的話 我剛剛講的蝦捲 你應該聽得懂是 我知道那一間 因為其實像那一間的話 我剛好認識他們後代的人 然後就是說我記得那時候 小時候我們是真的就是點了 然後他就是 那個直接現在拿上來吃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它 改成像素食店的方式 我都快昏倒了 然後後來它不但改成像素食店 它還有複製 就變成說其實現在 台南的蝦捲 我其實在台灣很多地方都吃得到 我覺得它會少了一種那種就是 老的那個味道 然後因為我覺得說 像海安路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說它以前其實旁邊有一個 那個夜市叫Sakaliba 那個地方來講的話 它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小東西可以吃 可是因為它現在變藝術之後 其實附近那一排 有很多很多的泡沫紅茶店 還有一些熱炒店 我覺得說他們很可愛的 就是在海安路跟神龍街街口 有一家熱炒店 它其實外面是熱炒店跟喝酒 它其實在週末的時候 它還有現場的live band 他們就讓在地 因為台南其實以前很多人 會在那邊唱民謠 然後也會唱這些音樂的東西 它讓他們有一個舞台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組合 對 我覺得那是一個城市的風 我覺得那個很有特色 這四人我去過很多國家和城市 給我印象最重要是西雅圖 西雅圖 西雅圖的那種自由表演者好多 對 什麼樣的人就有 一支瓶沖一條山 拿一個水湯來 這樣他也要表演要看他 老爸 多賣力 後來我仔細給他看 我覺得他真的有兩下子 對 他就是有辦法把一首歌 然後用一條繩子 在扁他 然後自己嘴巴一支風琴 他這樣一整個下午就很賣力表演 後來圍觀的人最多的就是那裡 然後好多年輕人在那邊表演 有啊 我們現在在那個 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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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全部的運氣都背在身上 可是我覺得我們相對還是少很多 對 少很多 其實你講到這個現場上的 我也很感謝 台北有一家叫EasyFive 那我們可以帶朋友 晚上的時候可以帶朋友去 真的是可以 聽歌 香港 澳門 我帶一個澳門的主持人去 他們就很感動 他說台灣怎麼有 可以有這樣子可以 而且那天剛好是黃佳謙 黃佳謙禮拜六 那根本就是結合talk show 跟現場live band 有一次去聽是郎祖雲 那框更誇張 那根本就是相聲現場 加live band那樣子 所以每天都有 每個weekend都有很多節目 下次真的可以去 就點一個東西 真的 然後就一場現場的表演 因為現在電視節目 除了talk show 除了像談話星節目 讓藝人沒有空間可以去表演 你知道嗎 我們就很感謝有重點 對啊 其實在台南有一家就是民歌餐廳 那個我也是很感動就是說 那家民歌餐廳大概 他是原本台南有一家 但是其實解散之後 就有人覺得想要維持那個文化 所以他就花了大概 也就是快20年的時間 那維持那個文化 開了一家小小的民歌餐廳 那個民歌餐廳 以前像什麼動力火車 他們就是從那邊出來的 那現在他也是就是每天晚上 他都有安排表演 而且裡面都表演的人 從那種就是年輕心的一半 跟已經唱了20多年的民歌手 都還在唱 而且你知道一首歌的有名 就會帶動觀光 動力火車 最有名的就是 忠孝東路走九遍 多少大陸客 來台灣就是看三個地方 阿里山 日月壇跟忠孝東路 怎麼回事這個路要走九遍 有 還有好吃的是什麼 這跟台南學的小吃 叫阿里山的火車人飯 這都用 下筋 下筋 而且很炒 很煮的就在吃 煎軟 煎軟 這是小軟 不是雞軟 好 攪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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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香到這時候 我真的想到 腰用醬油 用醬油 不醬油 後面那個是什麼 這個也是那個 湯 那個那個 這個叫那個 那個那個 煮頸肉 煮頸肉 來切的 所以要叫做 這個阿能夠的 這人很好吃 所以在台南要找好吃 我們在台南 真的吃飯 放一份一份就知道 你說什麼 那個說火燒什麼 火燒冷飯 火燒冷飯 對 黑阿翔 為什麼這種火燒燒 火燒冷飯 鮮肉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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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要去哪裡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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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講到阿翔 今晚11點